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下的小孝就劝他成绩突围 这仁福就表示五为大将兵败 以死报我尔 最后呢西夏兵一拥而上 混战之中有一枪啊 就把他的脸颊给刺穿了 仁福这个时候就知道大势已去了 为了避免呢 受到俘虏 受到羞辱 他当时抽刀自闻 如果我们有打游戏的啊 这样的朋友呢就肯定会知道 一般人呢在打游戏的时候呢 会选择呢用这射手 因为这个输出高啊 在古代呢 骑射占优的军队 也总能在战场上呢 占据优势 双方合战之时呢 宋朝大将王归 他从杨慕隆城啊 率领四千名宋军呢 持援 在宋将诸关的军阵西侧不振 而且呢身先士卒啊 荡突敌阵 毕竟呢西夏兵马啊 人多势众 他那个西夏军阵呢 非常那个坚厚 根本就宋军几次冲荡啊 不可能荡破 深知大势已去 宋将王归 东旺再败 以示必死之心 然后他重新冲入战阵 首杀数十百人 他手上那个铁边啊 都已经弯了 手掌尽裂 战争过程当中 他三次换马 击杀成百的西夏兵 最后他眼睛啊 被西夏兵射中一箭 等于是落马牺牲 宋朝大将武英 还有赵金等人呢 相继也阴影战死了 这场大战下来呢 宋军士卒啊 死了一万三百多人 这几路宋军当中呢 只有宋将诸冠啊 他率领那一部迁渔人啊 在哪儿呢 退保到一处就从前啊 就当地军民留下来的 被夏军烧剩来的 残垣断壁之间 因为当时有墙啊 所以说凭借那个墙的掩护呢 向四处发箭啊 来击退这个西夏军队 当时又赶上的日暮傍晚时分啊 西夏军队一般不在夜间出战 因此呢 西夏兵马就开始隐退 这次大战下来呢 等于宋军呢 前后损失人马不少 包括大将人福啊 这些人啊 都在战场中牺牲 士族死伤七万多人 消息传出之后 官右大阵 宋朝的国内啊 朝中朝外啊 那都是震惊不已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会慢慢讲啊 在这个主讲之前 细讲之前呢 还是呢 大家多发弹幕啊 咱们多多交流 这次大战啊 宋军你想死伤七万多 数目太大了 宋亭内外 还有谁能睡得着呢 追究责任啊 韩琪呢 首先尚书自和啊 就是说自己弹劾自己 但是这个夏耸啊 就是韩琪的上司啊 就在派人收拾宋军尸体嘛 就在人福的衣装当中 得到了韩琪先前戒主啊 那些宋军宋将的公文 因此呢 就上表 就是在豪水川之战 失败责任不在韩琪 在于这个仁福他们啊 这个清兵而前 那么韩琪本人呢 他这个骑马在回军的路上呢 那些阵亡将士家属 数千人遮马毫哭 抛散指前 然后呢 就向枯空中跪地哀诉 你看你们先前 跟从韩昭讨出征 现在呢 韩昭讨回来了 你们都死了 希望你们的盲灵呢 也能跟韩昭讨一起回来 因此当时的哀痛之声 震天动地 韩琪本人呢 也是眼气痛哭 驻马不前 而非常悲痛 范仲淹呢 和韩琪呢 一向是意见不同 和范仲淹呢 主张守 韩琪主张战 这时候也是叹息 叹息说什么呢 此清此景 韩大人再难 致胜负于度外 西夏军大胜之后呢 元昊他那军师 那汉人张元 看见好水川那 遍布那宋军尸体 大喜过望 九高杏阳 他在戒上四那墙壁上 还提诗一首 下耸何曾耸 韩琪魏族旗 满川龙虎年 游字说兵机 所以说自得之意 异于言表 而且他在诗后 还提言提字 太师上书令 兼中书令 张元随大驾至此 这些官名呢 都是这个张元 在膝下的官职 你看七万多名 汉族同胞的尸体 成就了这个邪恶兼贼张元 他所谓的不适公民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细说 定川寨之战 那么好水川大胜之后 元昊就派使臣 送书信给那范仲淹 这个语气也非常背慢 范仲淹的非常气愤 就在下国的使者面前 就把元昊这个书 直接给烧毁了 听闻消息呢 朝中的宰相 吕一简就急了 就认为人臣无外交 范仲淹先前 擅自和元昊通信 就当时啊 他是劝元昊与宋朝和解 金德七叔又焚而不揍 啊 别人哪敢这样干呢 当时朝廷就下职 就调查范仲淹和西夏 这种通使焚书的这个事情 范仲淹呢 当时还自己辩称 我先前和元昊通书 互相通信 就是本意是在于啊 诱导他归顺朝廷 人服大军失败 元昊呢 来书贝曼 唯臣以为呢 朝廷如果见书而不能讨 则辱在朝廷 所以说我就当着 哎 我手下的辽蜀面呢 把这个元昊的来书给焚毁了 由此呢 就使得元昊这种 满是贝曼啊 这种词语的这个书信呢 不会被朝廷啊 见到 范仲淹的辩解呢 还是非常有理的 但是呢 宋朝的朝廷依旧啊 这个降了范仲淹一级 庆历元年就公元1041年秋天呢 宋廷就把夏耸的西北统帅 这个职路给免去了 重新划设秦奉 京元桓庆 孚延为四路 以韩旗之秦州 王延之魏州 范仲淹之庆州 庞基之严州 分别的领兵命将 以抵御西夏的这个进攻 夏耸这个人 他的本意在于自己重返汴京 做执政 当宰相 他在西北三年多呢 除了上奏 我们先前说过的时事以外呢 没有说特别大的剑术 他外出勋鞭的时候呢 也常在军营当中呢 带领了不少他的那个 长相特别漂亮 那个婢女 喝酒玩乐 几乎还导致过军变 范仲淹到了庆州之后呢 招服各地的那些枪族首领 然后呢 以皇帝的名利呢 对他们大行犒赏 由于范仲淹呢 他当过龙徒阁学士 因此当地的枪人就敬称他为龙徒老子 他还在青州西北的马铺寨呢 驻的大顺城 派遣呢 他当时年方十八岁的儿子范存佑 还有一些兵将前往 等于就抵聚了西夏兵马的多次侵扰 袁浩得胜数次 已经上头了 自然他不会收手 深秋时节 兵强马壮之时 张元又穿到袁浩 向镇荣军进攻 最终目的就是经过魏州长驱直入 进击关中地区 目的就是东祖通关 隔绝两川共赴 然后攻陷长安 袁浩对于张元啊 绝对是言无不从 马上点击十万精兵 两路出兵 准备合施呢 来攻取镇荣军 镇荣军就是今天宁夏雇元 宋朝的魏州之州王延 这个人虽然说不大 懂得这个兵法战略 但他手下毕竟还有不少参谋 马上就下令副总管 果怀敏率领呢 各寨人马啊 出去抵御下军 分兵四落 直奔定川寨 定川寨呢 在今天的雇元以北 葫芦河以西那个地方 和好水砖之战同出一辙 元昊早已在定川寨呢 不知好埋伏 稍断河上的木桥 就堵住宋军 这个突围必经之路 就和事先约定的一样 阴历9月21号 果怀敏呢 刚刚和宋朝的驻将在定川寨会合 四周忽然涌现出无数的西夏兵马 这些人呢 把那个栅栏也拔了 然后越过壕沟 开始进攻 在此前呢 宋军还把定川水泉的上游给阻断了 等于是截断了宋军的水源 无奈之下呢 葛怀敏指了硬着头口出战 布下军阵 下军呢 这个时候猛攻中军 宋军不动 下军又掉头 猛攻东北角的宋将曹英一军 关键时刻呢 忽然吹起东北黑风 宋军当时是英风列阵 一时之间大乱 宋军的军阵就一下就崩溃了 那些兵什么都掉头 往定川寨里面奔逃 宋将曹英本人呢 脸上中了这个刘剑 等于是被射翻于城豪之中 葛怀敏手下的亲军 一看到这个情况呢 大害 更倒霉的是呢 宋军往回逃 那正在镇中指挥的葛怀敏呢 就被这些回逃的溃兵挤下麻了 踩得他践踏即死 就差点没被踩死 幸亏的手下的卫士挡住了 最终呢把他能活着抬回寨中 这哥们过了好久才苏醒过来 估计五脏六腑已经受了伤 宋军逃回寨内呢 就开始聚首城门 还是杀掉了不少下兵 西夏军队呢 虽然不能一时之间 把这个城寨给攻破 但是宋军的斗志呢 现在已经完全丧失了 当晚呢 西夏军就在这个寨外四面举火 高呼着就要宋军投降 宋军方面这个时候怎么应对呢 葛怀敏 曹英这些驻将 商议好久 也决定不了 到底能从哪边突围 一直到凌晨 葛怀敏自己就下决定了 准备节阵而出 向镇荣军方向突围 这个时候也要宋将 就建议 咱们应该迂回行军 葛怀敏不听 执意要直接突围 直奔镇荣军 宋军虽然打了败仗 确实这个时候还算英语 进万人马冲出重围 就向东南就跑突围 竟然还跑出二百多里地 但是到了长城豪一带 宋军就发现 西夏又有一波军马 早已切断了退路 在那里雨衣带牢 忽然之间从四面冲杀过来 激战过后 宋朝官兵近万人 就全军 包括葛怀敏 曹英 这些宋朝的将领十六人 至于那些包括他们以下的士兵 将近万人都栗战而死 没有一个投降 击败葛怀敏这一部宋军 西夏军取得大胜 元昊长驱抵达魏州 六七百里之间 西夏军对这一路上 坟荡炉舍 然后土裂民处 就把房子全烧了 把老百姓家里那些牲畜全都抢了 杀了 当时幸亏各路宋军兼臂固守 范仲淹这次又率领自己的军马来接应 加上陕西各路二十多万驻兵的一个牵制 以及吐蕃驻步在西夏背后的那样的那种埋伏 元昊才没能重新上演一出 就先前五湖时代天翻地覆的大戏 面对如此惨烈的结局 那宋朝朝廷的态度又是怎样呢 定川寨大败之后 宋廷上下彻底死心了 再不做进攻的这种妄念了 专心守土 由此呢 韩琪与范仲淹 两个人号令严明 爱抚士卒 对于当地的枪族土著啊 这个推成相待 使得这些人感恩未威 当时呢 西北民众 尤其是在汉人民众当中还有民谣 军中有一函 西贼温之心胆寒 军中有一犯 西贼温之惊破胆 但实际上 所谓的西贼 就是下兵 也就是元昊 既为胆寒 也为破胆 只是呢 杀人一万自损三千 因为多年战争啊 西夏的国力 确实大损 民不聊生 因此也就暂缓了 对宋朝的军事进攻 同时呢 由于宋朝答应每年啊 给辽国增加二十万岁币 辽朝呢 把好处一拿到了 他就不再向宋朝施压了 反而就一劝 西夏守守 在此情况下呢 如果再发动大规模战争 元昊自己呢 也不敢保证 啊 这个辽国既单人 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由此呢 宋夏三次大战 都是以西夏的胜利而告终 总结员呢 实际上有以几下级点 第一 元昊总兵数 虽然少于宋军 但他每次大战都是集中优势兵力 五指成全 以人数之声 一举歼灭 宋军的一步主力 啊 然后接着再把宋军别的啊 这兵马吃掉 反观宋朝军队呢 战线拖沓 兵源分散 第二呢 元昊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无论是宋军的度相 啊 作战地形 西夏军呢 都是事先成竹在胸 你反观宋军呢 数次这些大将贪功冒进 啊 就连间谍啊 兼兵 真知的那些情报 都不属实 所以说不败才怪 第三呢 元昊的游击战术 转战不疲 他们这个西夏军队 常常声东击西 屡出偏实 所以说让宋军 如跺五里云雾之间 哎 乖乖受骗 到了庆历三年 就公元1043年 那个春天啊 由于连年征战 西夏的国历啊 这这儿已经到了衰竭的地步 元昊呢 就趁机派出史臣上书 宋朝啊 咱们再进行和谈 宋仁忠这个时候下密招 让你庞吉和元昊谈判 元昊一听说这消息也大喜 谈判的结果如何呢 谈来谈去 关键问题 依然是元昊称帝的问题 宋朝坚持原则 就是要元昊自销建昊 就你得把帝昊去掉 别的都好谈 元昊非常挠弄 对着这个宋朝的史臣就大言 我如日方中只可顺天西行 安可逆天东下 经过拉锯谈判 元昊又派史臣呢 到延州尚书 自称什么呢 南邦尼定国乌族 尚书赴大宋皇帝 这个时候呢 他虽然不称臣 但是元昊呢 他是以儿子自居了 总算给宋朝皇帝一个台阶下 正当宋朝准备答案和西夏的合议 哎 辽朝我派来史臣 就要宋朝不要和元昊讲和 两难境地之下呢 宋朝的礼部郎中 吾玉他就发表意见 哎 顿解筹解 他怎么说呢 弃丹受恩 为日已久 这就指宋辽两国禅元之盟以来 关系一直友好 不可纳一叛枪 而时济世兄弟之欢 所以说我们现在呢 就不能把这个叛枪 就是西夏元昊了 把他给接纳了 然后和这个辽国翻脸了 今二番自斗 就是下辽关系 他们吃紧了 斗酒不结 可观形势 乘机立功 万一武朝诉纳元昊 围臣恐弃丹 溃兵赵卫 就如果我们现在 马上和元昊讲和了 那么弃丹辽国 有可能又开始 把兵力转向他们河北地区 致使辽宋战事又起 说明那这儿啊 又和辽朝咱们大宋开始和他打 接下来呢 无欲又出主意 就是宋朝可以派使臣到西夏 告诉西夏方面 要一如既往的和辽朝和好 这样一来宋朝才接纳这和约 同时又派使臣去辽国 告契丹人 宋朝已经命令元昊 向辽朝道歉 在此前提下 我们大宋才接受西夏的求和 否则我们一定会兴兵征讨 宋庭一听 这主意好 一计实行 果然呢 这一举措就奏效 西夏辽国这个时候再没有什么借口 向宋朝发兵发威了 宋朝总算在外交上取得了一次成功 夏国和辽国方面曾经也有过塑料情 那么他们之间情意破裂的转折点出现在哪里呢 辽朝方面早在1031年 就辽兴宗继位之初 就把兴平公主许配给元昊了 兴平公主不是别人 是辽兴宗的他亲姐姐 但是元昊和兴平公主两个人的夫妻关系一直不合 你想这是政治婚姻 他们两个人之间只是冷淡和疏离 后来兴平公主病重 元昊依旧搂着别的美女狂欢 对辽国公主不恩不问 直到这公主病死 元昊才向辽国汇报这个事情 辽兴宗得知这个消息大怒 当时就派遣使者 持着他自己的招书 怯责元昊 元昊当时正忙于率领军马攻击宋国 只好低头装孙子 贡献了不少的金人宝物 讨好辽兴宗 再到后来 辽朝从宋朝每年多讹诈了20万岁币 他就开始站在宋朝方面说话 劝阻元昊你不要再攻伐宋国了 这个时候元昊就恼怒至极 再往后下辽两国 因为他们的边境地区 党项部落归属问题发生争执了 最后发展到元昊劝又辽国的党项人叛逃 到西夏国内 辽国就派使臣 就命令元昊 你赶紧把这些人给我归款过来 元昊不从 双方就开始翻脸了 既然自己和辽国闹僵了 那自然要加快和宋朝的合议 公元1043年夏天 宋仁宗派遣使臣到夏州 答应册封元昊为夏国主 遂赐 西夏捐十万匹 差三万斤 虽然说是赐了 这就是文字游戏 实际上就是宋朝花钱买平安 为此大臣蔡湘就上奏 元昊智称巫族 有时又自以为巫族 以此陵巫朝廷 万万不可许和 宋仁宗这个时候已经非常厌仗了 就没有采纳蔡湘的意见 而且下招 韩琪、范仲淹 还朝为官 这个时候文臣复辟 他就上奏 就劝仁宗皇帝应该留下 韩琪和范仲淹 他们之中一个人继续留守西北边疆 但当时的宰职 燕书这些人也验兵 因此就答应了元昊的一切要求 转年 也就是公元1044年5月 辽国国内党项族又开始叛乱了 辽朝就派出军队前去镇压 结果呢 元昊派兵救援 混战当中 竟然把辽朝派去的昭桃使都给杀掉了 大怒之下 辽行宗在国内征调人马 准备亲自御驾亲征 来供讨西夏 在这样的情况下 西夏就更急于和宋朝讲和了 最后呢 在元昊的加码要求之下 宋朝把遂赐啊 一下升高了 升高到什么地步呢 银 旗 烧 茶 25万 5千 给了元昊这么多东西 西夏才答应 奉宋朝为政说 而且在高平寨和保安军呢 要设立雀厂来进行双方的交易 而后呢 宋朝使臣前往西夏 西夏只是在幼州接待这些人 从来没有让宋使到达过兴州 所以说元昊呢 依旧是关门做皇帝 你看他爹李德明 那个时候还会在宋使来的时候 把皇宫那些匾额排匾都撤下来 自己把那折荒袍换掉 元昊所幸连这道手续都免了 他根本就不让宋朝使者进入他西夏的国都 宋朝西夏合议完成了 当年十月 辽国和夏国这两国开始死掐了 大打出手 那么数次大败宋金的元昊 你这次和辽国军队来打 他能打得赢吗 我们下一集接着说 你不知道的宋朝小知识 宋朝大文氏泛庸 既是位正直的文臣 也是一位出名的草包将军 范庸这个人自博纯 他是宋真宗闲平初年的进士 那么宋仁宗继位之后 他官当的挺多挺大 什么兵部元外郎 户部副使 杜之副使 公部郎中 龙徒葛代志 陕西转运史 死后他还被视为中县 从这两个字就能看出来 这个人人品不错 朝野都很认他 范庸这个人为人挺正直 为官也清廉 人品名声都很好 但这个人领兵打仗 绝对是个外行 我们先前讲了三窗口之战 那绝对是个大草包 他确实不行 所以他也被后世 评为我们中国历史上 十大草包将军之一 这样评价他也不为故 但作为一个文臣 范庸这个人还是挺有贡献 那么根据宋朝文人的笔记记载 在公元1029年 北宋皇宫中玉清昭映宫 因为雷击起火被烧了 当时是朝野震撼 玉清昭映宫是宋真宗时期修的 规模特别宏大 共有3610间房屋 而且当时修建宫殿就花费了北宋政府两年的财政收入 给当时老百姓带来特别重的负担 到宋仁宗时期 玉清昭映宫 你看被雷火一击着大火烧了 当时张宪太后刘氏刘娥马上召集百官商议 太后也是哭哭啼啼就说了 你看先帝建成这么大一座宫殿 太不容易了 如今毁一场大火 最终剩下一两间小店了 就在这太后梨花老带雨难过的时候 泛庸却在群臣当中站出 高声说 不如一把火烧个金光才好 留着这些店也是个祸 先朝之时 极尽天下之力来修建 老百姓当时怨声载道 如今如果还想在残破的基础上 再重新建筑 老百姓根本忍受不了 这次雷火就是老天的上天事情 我们不能违背 由此可见 泛庸当时表现可圈可点 你看他没有逢迎 当朝刘太后的想法 而是说真话 说狠话 当日就表示 要想重建那些宫殿 绝对是劳民伤财的事情 由此 刘太后想重建 玉清昭映宫的计划 等于就被群臣否决了 可见 在领军方面 泛庸确实是个大草包 但在朝堂之上 作为文臣 他绝对是个为民请命的 敢于直言上见的 这样一个好大臣 没一说中国史 说着你不知道的事儿 下次再见 你的热爱正在热播